為了親家協會收集 帶支持老人送餐的服務 現在郭新鄉福祉社區的學員 只要有時間 就會合適並做菜 希望菜做得好 就能讓社區老人吃得好 因為只要看著老人面相的囚状 一切就很有價值 那些老人也都 覺得我們那個協會 對他們的幫助很大 對 很 很有愛心這樣子 給他們很多溫暖 有時候送餐的時候 他們說 偶爾的一次那個問候 他們就會覺得很開心 對 每天上餐的時間 到了都會在外面等 這樣覺得很好 我們協會是在九一地震之後成立 那94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想要做更多的工作 我們需要更多的裁員 所以我們 就結合了我們地方的社區產業 那我們請了 黃麗鼠老師來教我們的社區媽媽做七七 那94年的時候 配合客家委員會 我們開辦了這個 浮貴的七一工房 那一直延續到現在 就是 每天早上社區媽媽去做送餐 那下午就是利用空閒時間 去做七七來依賣這樣子 還有新鄉福區社區在九一地震後 就開始老人送餐的服務 只有一十多年 從來照顧社區來的特區老人 近幾年來 也將心情中愛社區基民 入住照顧的環圍 只有一超過一百個來接受送餐的服務 因此福區社區也希望 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來照顧這些老人 現在除了獨居老人的送餐服務之外 還有身心障礙者的部分 因為身心障礙者其實家中的長輩如果年紀大了 他們其實有武力去協助他們家中的身心障礙者的一些備餐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會有協助這一塊身心障礙者送餐的部分 那其實送餐到現在目前為止 已經有一百多位的長輩以及身心障礙者加起來一百多位 那我們所有的營收就是除了支付我們七七工法營運的必需之外 就是全部回饋到我們社區的社區老人福利上面 那主要是在老人送餐這一塊 那我們這一兩年開始有推在像Pinko 可以這些比較年輕化多元化的購物網站去做販售 那有不錯的回饋賞 柴基製作真的不簡單 在那必須結合天前菜的家具的疼痛 柴基完成後 固定的過程也受到天氣溫度的影響 一個不注意可能就失敗 經過道出的瓦輪 美麗優管的插機才的檔定很乾淨 也歡迎有興趣的民眾的檔政王志祺 記者金本山西宏報道